媽媽,回來了? 是 又上來了,我和阿敏在場玩焗蛋糕 爸爸 阿敏 我和媽媽合作焗了很多卡丫頭 你要快點嘗嘗 好 第一次做不知道好吃嗎? 一定好吃,爺爺你也要嘗嘗 行了,還是收拾好桌子 不用了,我們去香港邊吃 待會我會收拾好桌子 好 那花真的挺漂亮 是呀,文文,這花是Mandy姐姐送給你 喜歡嗎? 喜歡 爺爺,吃蛋糕吧 興叔,這塊是你的 爺爺,媽媽知道你不喜歡吃這麼甜 故意放少了點糖,你嘗嘗,喜歡嗎? 是嗎?好吧 這塊是吃這麼甜的 謝謝 玉德蘭不是這麼甜,味道剛剛好 對呀,很好吃,文文真厲害 好,爸爸和爺爺都喜歡吃 那下次你們也要和我和媽媽 一家人一起做吧 好 媽媽,你的電話響,我幫你聽 不用,我只能聽到 喂? 你說完了吧? 我告訴你,我下次不會再聽你的電話 我說過我會和華董直接對話 不需要你這個全聲通 你現在真是恐嚇我嗎? 我可以告你的 香港是法治之區,我…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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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打理你? 沒有,美國那邊打理而已 還怕? 好 二花 沒事吧? 沒有,不夠精神而已 回去早點睡,沒什麼好 陪文文玩了一天,真累過上班 但是這樣累花會開心很多 對了,明天有沒有時間陪文文? 之後也會很忙,我想暫時都不會住 那我送她去酒店見你 不要了,要麼這樣吧 我抽到時間,再約你們 你沒事吧? 沒有,我想馬上幫忙就行了 不用謝了,還要把文文文你喜歡 那好吧,你乖,早點休息 好,晚安,再見 興叔真是會做 要不是他叫文文打電話來謝謝 我怕文文只記得他媽媽的卡丁 我怕文文忘了你這盤卡丁 你想想是不是更複雜了? 複雜一點也還有 你想想半夜三間的帳戶 載著Eva回酒店 兩個人單獨上廚 還有他剛剛一家人 很甜蜜的時用卡丁 你想想當年的愛貨很容易摔上 星星之火很快蔓延 我現在才知道 你的思維原來是這麼想法的 我不是開玩笑的,很認真的 我相信阿棟也是對我認真的 他沒那麼容易動搖 我告訴你 Proser是百年難得一件好男人 是完美的 給了第二個是Eva 當天這樣走過去 現在一定很後悔 加上他有一張黃牌 他有紋紋在手 你別這麼肯定 你去吃飯吧 你送Eva回家了嗎? 對,我正在來這裡 正在來我這裡? 我剛才送Eva幾個雞粥湯 我很想吃,你有沒有興趣? 很多人等位 我叫老闆留下桌子 我過來接你過去就剛好 你這麼有興致,我一定碰沛 好,我五分鐘就到了 你換衣服? 好,待會兒見 好,再見 餓不餓還是吃雞粥? 行了,打風就打不掉 我看也是這樣看 無論如何,謝謝你關心 快點去換衣服吧 我看 你看 應該是Eva 是不是發覺不見了電話? 是呀,真的留在你的車上? 是呀,我剛看到電話你就打來了 我拿過來給你 好,麻煩你 麻煩你,我剛跟Mandy在你酒店附近 在那邊吃雞粥,走幾步就到了 好,我到酒店門口等你 好,待會見,再見 小心 小心 Eva 你沒事吧 怎麼樣?看見怎麼樣 其實也沒甚麼,拆穿了一點 但醫生還是要我留意 因為你的後腦撞傷 醫生擔心你的腦袋很震盪 所以建議你留院觀察 如果明天出來的報告沒事 可以回家了 對了,你怎麼樣? 沒什麼,皮外傷而已 沒有傷腦筋 對了,Ada那邊有沒有查到什麼? 我打過給Ada Ada說現在和電單車手下口供 大家還不知道她的動機是什麼 Eva,你這次回來 不是因為要開會嗎? 明天,剛才在家裡 你很緊張,我自己聽的電話 又說有人恐嚇你 在停車場裡有人跟著你 上來撿散紙 你就嚇得很害怕 然後就發生電單車的事 你是不是知道誰做的? 我會頭有點痛 不如待會再說吧,好嗎? 我找過Martin,他跟我說 他說你和華董 在美國的關係搞得不太好 這件事是不是華董做的? 我不知道剛才這件事是否華董使人做 但確實我和華董有很大的壓喬 華董做什麼,做什麼我很清楚 我起初以為我只是做一份律師的工作 其他事與我無關 我也相信有能力可以避得到 但原來所有事情都不是那麼簡單 現在我不想再幫華董做的 華董不讓你辭職 這次是我和他吵怨 扔下了辭職訊之後 馬上開車去機場賣機票,說走就走 也可能因為這樣,惹了他 你放心,我們報警,他不敢帶亂來 我幫你解決這件事,你不會有事 這次幸好有你在 還以為買一杯咖啡給你,原來你已經喝了 早就送了咖啡過來給我 看來你都很關心Pro Sir的X,愛屋及烏 你整晚都沒回來睡,我關心一下你吧 算了吧,上次Pro Sir跟你一起死過翻山 這次他和Eva一個人在危難的時候被救 救他那個還要是他的前夫 你想想他會怎麼想 還有,Eva早就打算放棄美國的事業 很可能就是打算回來跟Pro Sir複合 你可以放心,我很清楚阿棟是個什麼人 他也很清楚他要什麼 你這麼有信心就好,千萬不要學不對心 入正題吧 我打算等另外一個人一起說 誰?Pro Sir Ada,Emandy,你也是在這裡 原來你們兩個約了? Pro Sir打電話給我,說在上來 稍後收線你就到了 好,入正題吧 怎麼樣?疑犯怎麼說? 電單車手已經承認了他被人指使 整件事表面看來應該有人買兇殺人 不過目標並不是Eva 目標是另一個女人 也是住在萬瓦酒店的 已經證實了是老公知道老婆偷情 生氣上來動了殺機 就是整件事是怎麼坐上的? 沒錯,不過Eva和華董的瓜葛 都要好好處理 必要時再找我們幫忙 謝謝 阿玲 喂,馬田 是嗎? 一武競城有得看了 還有很多精彩的片段等著你 記得訂閱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不怕錯過任何最新上載的片段了